每當暴徒出來破壞擾亂社會秩序 警察都有責任去制止 但是警方一到達現場驅散的時候 一些夢面的暴徒或者暴徒的支持者 通常不問情有 就會示意侮辱、詛咒、襲擊警察 向警務人員訂雜物等等 請大家苦心自問 這班暴徒周圍放火、破壞、打人的時候 如果警察都不出來阻止 大家其實期望著哪一個部門或者單位 去處理這些暴徒的行為 警察在示威現場之中面臨著暴力的攻擊 即使收工 他和他的家人都要受到惡意的攻擊和滋擾 即使尋求合法的正當途徑 申請臨時禁制令去保護個人私隱 亦都會竟然受到一些連番的批評和抹黑 一個文明現代社會入面 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單單因為他的身份、職業 而被起底、欺凌、詛咒、侮辱 警隊樂於接受一切基於事實的理性批評 亦會檢討改善 但當務之急是平息暴亂的情況 希望社會各界回歸理性 不要因為立場、政見而盲目附和暴力支持暴徒